在嘉宜有一名26岁的胡姓消防员 一时开玩笑 在脸书留言 要求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女童 当她的女朋友 把女童吓坏了 赶紧告诉爸爸 那女童的爸爸气不过 直接投诉消防局 没有想到胡姓消防员 不满被寄身借两只 居然在家割腕自杀 玩笑千万别乱开 因为开过了头 后果可不堪设想 嘉宜一名胡姓消防员 巧合认识一名小五女童 之后竟然在脸书把妹 甚至要求女童当她女友 让女童吓得赶紧告诉爸爸 26岁的胡姓消防员 透过脸书留言 想和小五女童当朋友 甚至说自己才大女童一岁 之后女童察觉有意 赶紧跟爸爸说 气得女童爸爸 直接到消防局投诉 不过这名胡姓消防员 竟然不服投诉 不愿缴交报告 在家喝酒割腕 索性及时被发现 赶紧送一急救 今天本局确实查明 有这个情势 那我们也依相关规定 来预计生界两次 根据了解 这名胡姓消防员 直说自己是开玩笑 时候态度不佳 甚至顶撞上司 消防局也将做出处分 不过为了一时好玩 闹得沸沸扬扬 也让消防单位的面子 差点挂不住